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下Monkey的Post的处理方法 并且进行一些改写 对Monkey的Post的方法进行验证 我们的数字签名服务器使用http协议作为通信协议 在报文题里边加上应用协议的内容 所以会用到http协议的Post的方法 首先我们验证一下Monkey的Post的方法处理是否正确 在哪个地方处理的 我们首先来进入http的模块 前面代码分析已经讲过这个地方 它位于Monkey的mkeyhttpnit这个函数下 最终GET的方法和Post的方法 会执行到这一段代码进行处理 那么对于GET的方法来说 它返回一个静态页面文件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对于Post的方法来说 这个地方就有点问题了 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要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并且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 然后返回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得改写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来对对这个代码 先稍微改动一下 验证一下Post的方法 是不是走到这个地方进行处理 好 我先加一 这个地方我先加一点注释 那么原有的GET方法先保留 这样呢 GET方法还是会走到这个函数里边 那么对于Post的方法 我们就要重新加一段代码 这个地方 这个方法换成Post 这个地方 好 首先我们 因为这个我们主要目的是 验证Post的方法 流程是否走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先把这两个删掉 这个错 无条件的先返回错误 我们看这个位置是否正确代码 好 我还是在这个地方 加一句注释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 好 代码改写完成了 如果从服务器提交上来的 请求是一个Post 那么就会走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错误码我们再换一下 这个是一个Bad Request 那么我们把它换成一个 这个不支持的方法 我们返回一个这个错 好 这段代码就算改好了 改好以后 我们提交到服务器上去 我们把这个代码先放到服务器上去 然后进行编译 首先做个 首先运行一下 configure这个胶本 编译一下 好 编译完成了 现在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测试数据包 向服务器发数据包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发包工具来发包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测试页面 执行一个submit的方法 来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我这个地方写了一个测试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form的方法设成post 这样执行呢 这个submit以后呢 它就会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好 我们把这个测试页面 也上传到服务器上去 htdocs testhtml 我们上传上去 好 现在启动http服务器 调试模式 打出了很多日志 这个地方 访问这个页面 test.html 好 页面加在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框 一个按钮 这里面是请求 好 我们在请求里面输入一个 比较好辨认的一段 一串字符 AABBBCCC 我之前一个发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收到一个错误的 响应过来 它的错误内容是 这个方法不被支持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服务器段 服务器段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送上来的请求 post 确实post的方法 请求的是 看一下我们的数据信息 这个就是那个框框里面输入的 AABBBCCC 这个数据已经被提交到服务器段了 然后再往下走 我们可以看到 返回信息的长度 返回信息的内容 我们在第397行这个地方 395行这个地方 加了一个 一句日志 我们验证一下 这个流程是否走到这个地方 395行 那这 post的方法 好 这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 处理post方法的正确流程 那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函数 这个地方 进行改写 加入我们的 自己的处理代码 来对这个签名和验签请求进行处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系统的层次图 实际上这个图呢 前面我们也见过 有一个接口调用关系 有一个函数调用关系 把那个函数调用关系 反过来就是这个图 底层的当然是通信 上面是连接和调度的管理 也就是我们的connection层 request 这两个模块 再上面就是http协议 也就是http协议的相关的解析 我们是用http协议作为 应用协议 作为我们的运输协议 在http协议的body里边 带上我们自己的数据内容 也就是所谓的扩展应用层协议 我们对这一部分进行处理 那么就需要添加扩展应用层 这一部分的处理 这个就是我们改写所要做的工作